你知道我从你的眼睛里 看到什么吗 看到什么 未来 我们的未来 干杯 我告白了三十一次 没有一次成功的 而且又来参加这个节目 你有没有觉得我 挺搞笑的 我就想 如果我的诅咒 我真的因为这个节目 破除了呢 也许我也可以像 其他的女生一样 收获一份爱情 这种感觉特别奇妙 就像是在 机场等一艘船 你明知道它不回来 你也等不到 但你就是想一直去等 但我相信 有一天 一定会有一个人 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 给你松土 浇水 还给你带去阳光 让你像一颗嫩牙一样 茁壮成长 破头而出 有没有 关你们什么事啊 不就是初吻吗 别楼楼抱抱抱的 男女受受不亲 我今天就在这儿跟你说 我对你没有兴趣 她是一个很有趣的人 嗯 那个 总会在我难受 受伤的时候出现 就像雨后的彩虹一样 给人惊喜和开心 嗯 不管这个节目的结果会是什么样 我都很开心 能认识这样一个好朋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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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没事 可能只是一点小故障 说话呀 打不通啊 怎么办呀 怎么办呀 你是失眠吗 你有没有听说过 一个人失眠 是因为他跑到 另外一个人的梦里 想想这个世界上 有这么多人想念你 听到这个 是不是就缓解一些 你失眠的痛苦啊 虽然是骗小孩的鬼话 但是谢谢你 小时候我最害怕做摩天轮了 我老怕会掉下去啊 现在呢 现在也害怕 为什么 因为长大后才知道 像摩天轮这样的娱乐设施 其实是要两个相爱的人 坐在一起 缓缓地升入空中 跨越天空才存在的 然后这每一个小车厢 就像是一个糖果一样 其实都承载了 恋爱中最甜蜜的回忆 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这些糖果 并不一定是甜的 是甜是苦都是爱情的滋味 最重要是你曾经拥有过 你 你品尝过 这样以后在漫长的余生当中 你就有了这一份独特的回忆 所以我特别谢谢你 谢我 坦白地说 来这个节目之前 我都要放弃去寻找我的糖果了 不过幸好我坚持下来了 我特别感谢你 实现了你的承诺 给我挑选了一个优秀的男嘉宾 作为一个制作人 我必须提醒你 在告白环节还没有录制之前 你们俩只是男女嘉宾关系 这个我知道 我没那么贪心 我特别感谢节目组 这几天的精心安排 让我能第一次体会到 恋爱的感觉 我当然知道这种感觉 肯定不是百分百真实的 但能让我有一次 这么独特的记忆 我都已经很满足了 至于告白结果嘛 我不奢求了 就算是失败 那我还是会继续坚持下去的 坚持 有时候可能只是自我安慰 这么丧气的话 我都是在心里说的 我都对别人说 念念不忘 必有回想 我都是这么教训我的朋友的 如果一个像我这样告白 三十一次还失败的人 他还在坚持的话 那你们这些家伙凭什么放弃 好 谢谢 郑哥 怎么办呢 怎么回事 摩天轮怎么停了 已经派人去找工作人员了 郑哥 来来来 来来 你好 什么情况现在 是电力故障 多久能解决 需要重启一下 整个园区的电力系统 请大家放心 不要乱跑道 一个小时就好